Hello大家好我是班大师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 CC对准SC的第二局上半场 地图是有名字上 这边女巫是搬掉了前锋先知加机械 一个正常的三班 然后球士这边的话是前两班 搬掉以后他是没有抢机械师 这个还是蛮奇怪的 一般来说第二局 先知前锋搬掉机械师该拿还得拿 咱们这边是放弃了机械师 然后顶器的话这个位置的话 是用守木条先来顶的 这套阵容还是比较扎实的 不过就是CC这队伍还是非常喜欢调师的 他们的整个选择上面都会优先考虑调师 确实调师这个角色 你说真拿出来他是有操作的一个空间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 这把的话放狗女巫 调师能不能操作起来 因为抓 他总不可能抓个佣兵嘛 你还不是说这边信徒一捕 狗子一咬 抓这个佣兵也不是说不行 但抓这个佣兵呢 有祭司 这个佣兵有护臂 是容易把自己玩崩的 是容易把自己玩崩的 不是说不能抓 可以抓 你只要自己对吧 节奏控的好 是可以抓的 但就是有崩的一个面嘛 这边狗子直接放吧 放完以后原生再追一刀 原生追一刀以后呢 这边可以多一个信徒 我去打外面的人咬住啊 这里佣兵过来 要不要砸块板子 一刀抽没抽中再打 咬住了可以好 那这样的话是两刀原生开 旁边还有一个人 给旁边一个人信徒补上 这边等佣兵倒地 补上守墓人 知道这种救女巫的人 你还别说四个人 我觉得都能救人的 对吧 谁都可以救 挑战师也可以救 祭司也可以救 什么也可以救 都可以救 现在的话就是 求者的密码机 被干扰的挺多的 外面只有一个调战 加一个祭司能修了 守墓人这边 应该会被无尽的干扰 尽量不要吃刀吧 保证一个满状态 把信徒压好位置 然后提前做好准备 这边守墓人是准备来救人吗 准备来救人 也可以 他来救的话呢 这样比掉一个 其他正在修机的人 过来救要好得多 然后祭司这边的话 最好是 因为这边祭司手里 还有一个洞 然后待会还能蓄出一个洞 看一下能不能 补一些辅助洞 给到这边 佣兵一些支撑 一些支持 一些牵制的支持 因为佣兵这边下来的话 应该是吃一道救人 所以佣兵有一个 交互币的时间点 咬住佣兵 哎呀咬住什么人 咬住什么人 这一波有点亏 那就是正常打一刀 这刀本来就能打到的 这只狗子 他当时想咬佣兵的 应该是没咬到 然后这边祭司的洞 给到支持了 那可以 很舒服 祭司的洞 在这张地图 打女巫的话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祭司这边的话 直接是把守门人信托 消掉 看一下要是薄命结束以后 把这个守门人状态给补起来 佣兵的话 这边独洞牵制 女巫本体狗好了 应该是再放一只狗 咬掉这个佣兵 但是你咬掉佣兵 也行吧 佣兵反正还有个寄生在的 这边你穿洞 我打一刀 原神打一刀 然后寄生根过去也能挂 而且是个地压室 佣兵这边的话 尽量不要倒在地压室 因为佣兵救下来以后 他的一个能牵制的时间 要比其他角色要久 然后他本身挨一刀 以后还不会倒 这个特性的话 拖的一个效果好 但你挂地压室的话 除非祭司来救 祭司来救 有可能也会被拦地压室 所以还是尽量拉开 交一个护币 一个护币为代价 拉开的话是可以的 这边女巫星图被撞了 那这边金星图还没技能 有技能吗 你说切个闪直接把优秘给秒了 这波板子下 信徒跟上来一刀打 好的 再给一个用兵补传信徒 用兵拉左 拉到对这边的死角 拉到这边假门的一个死角 就可以了 整个局面的话 我觉得求人者是有可能能盘活 一个私人开门战的 下一波什么呢 下一波如果还有伯命的话 祭司洞再给到支持 是真的有可能的 女巫这边的话 可能要考虑切技能了 我们看他怎么考虑 他如果说切个失常保平 有这种打法 就切失常压住之后 再技能让你们没有办法去打一个开门战 然后将优兵挂飞以后再留一个 这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退一步的一个打法 这个打法相对来说保平的一个面会大一点 看看这边怎么选择 我觉得切闪现也行 切闪现也行 有薄命 好这边 哎 帮帮扛刀帮帮扛刀 一个护币先跳走 有没有动 没有动 又没这边的一个护币 不是你护币跳了过去了 那你就往前走啊 为什么回头呢 那这样不得 机子86 啊 我懂了 他们机子够 我只要跟你拉开距离就行 是这么意思啊 啊 是我 在下对吧 格局小了 吃一刀没关系 吃一刀没关系 哎 那牛这边要不要切闪 闪现切出来了 切出来的话 这边闪现一刀没打中 还 再追 好的 给佣兵捕姓图纳基斯拉大洞 这边门再点 应该是一个三跑了 应该是一个三跑 还是抓佣兵 真的太难受了 你抓下来 人家有薄命套薄命 没薄命 我还能够干嘛呢 哎 一刀 没有 没有 已经出去了 这一波的话 我觉得我当 到时候要回去看一下 就是当时佣兵怎么拉的这个位置 女巫没有跟他 好像是佣兵挨了一刀以后 在穿洞走的 在穿洞走的 所以距离拉得非常开了 女巫当时 好像完全没有机会去跟上去 去找机会 再来直接处理掉这个佣兵了 好的我们稍时休息 看双方的下半场 有点太好了